人生遇到最開心的事情在工作上是什麼呢? 就是公司看得起你,上司想認識你,升你職了 過去有不少客人都會有機會升職 但你又有沒有想過升職之後和你之前 可能除了人工職位不同之外 其他也有些東西不同了,你是需要留意的 想不想知道要留意什麼,而可以令自己做得更好 地位更加穩固,不要走開 Hello Hello,大家好,我是龍振天 歡迎收聽收睇龍振天頻道 這條短片主力跟你講解 升職之後有什麼要留意,而令自己做得更好 地位更加穩固 再好一點,在網上再次升職 影片開始之前,我先給你兩個Like 你也給你一個Like,作為支持我 對我的鼓勵,也可以幫助這條影片運算邏輯推廣出去 第一次進來的朋友,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旁邊的鈴鐺按響它 逢星期四我都會出新片 內容包括職場技巧,辦公室政治,感情技巧 改思改文,潛意識,做人道理,語言解碼學等等 不想錯過任何一條影片,一定要訂閱 更重要就是我成立了自己的Patreon 現在以每日一條新影片速度更新 已經有超過380條影片 內容非常豐富 有什麼內容呢? 全部都是跟你人生進步有關的 包括工作上,辦公室政治,控心術感情技巧,賺錢思維,做人道理等等 也有很多朋友進來都告訴我內容非常有用 因為我有很多東西在公開平台不方便說 我就全部放了下去 所以裡面有99%的內容 你是從來沒想過,從來沒聽過的 如果你不想錯過人生進步的機會 就一定要把握時間參加了 好了,到今天的主題了 為何要想起升職呢? 最近也有幾位客人 不約而同找我做工作諮詢的時候 都是公司升職,當然開心 加工資,職位也提升了 職位提升了代表什麼呢? 權力不同了,下面可能已經有一些下屬 更大的問題,這些下屬可能以前是他的戰友,他的同事 咦?升職之後,我是不是應該跟他繼續朋友呢? 還是我要保持一個距離呢? 怎樣去叫他們做事呢? 他們又衍生很多問題 而我覺得這些問題可能對你都有用呢? 所以我特意拍這條短片和你分享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做好人 不要做好人是什麼意思呢? 有很多人都有一個誤解 就是他不停升職,但一直努力做一個好人 做好人是不是不對呢? 不是,而是你在其位做其事 你在不同的工作崗位 你都必然有一個不同的責任在裡面 如果你一直去做好人,結果會衍生什麼呢? 結果衍生,你會不會個人來說 那個威望會有問題,同事看不起你 你升職前升職後,其實沒有分別 變成你叫他們做事呢? 叫不動他們 他們未必會好聽你說 所以呢,但又沒有那麼極端 要不然就不要做好人 即是師傅教我做壞人 即是又要呼呼呼呼呼 不是,我們關注不是這件事 我們關注是件事做不做到 你中間要有個中間位的 當然我覺得職場上,一般的禮貌那些 大家都認識的,那些都要做 只不過你不要太好 因為如果太好的時候 又會去到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怎樣呢? 你很心急,很多東西落手落腳 你怕同事做不到 你幫他做他的事 往日你只做你自己的事,OK了 升職後,當你看五個人 你一個人幫他五個人做事 他們五個反而不用做 那些東西都去到你那裏 有些甚麼呢? 哎呀,我搞不定啊 Mary幫我呢 那你一路是幫他做 變成怎樣? 因為你的人又好 你又不會亂叫他做事各樣 所以那些東西壓到你自己身上 頭不過氣 你永遠都要記住 管人不同operation 不是叫你落手落腳做 公司升職 不是叫你去幫其他同事做事 是要有一個管理的mindset 要你去怎樣去管理這班人 而令到他們可以幫到公司 這個邏輯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 那另外第二個重點 是甚麼呢? 有很多人亦都誤解了 哎呀,怕同事甚麼疏離了 或者我變成一個很討厭的上司 他們對我沒有好感 不要緊的 你在其為做其事 你一天就永遠沒有升職了 你一天就永遠被人奴虐那個人 你如果想做好人呢 我經常都是這樣說 你在職場上你不能做一隻羊 那我有一個很重要很有用的課程 辦公室政治術 很多人參加了 超值課程來的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參加過 如果你沒有參加 你一定一定都要留意這個課程 因為如果你在職場上做一隻羊 你永遠都不會成功 你永遠只是用自己的努力 換取微博薪金 我的人生時間真的很寶貴 那如果你甘於是很平凡 甘於永遠就是出賣自己的時間 青春換取微博薪金 那你就完全不需要看這些片 安心做個好人 每天同事會稱讚你 Mary很好人的 她幫我加班 Mary很好人的 她很值得想 我們要的不是這些 我們在職場上 不需要得到所有人認同 或者喜歡 因為如果你這樣想 你就不會很辛苦 但我們又怎樣 不需要得到所有人喜歡 是不是要所有人討厭 我們才是一個成功的上司 當然不是 而是怎樣 他們未必會很喜歡你 但他們會尊重 他們會重視你 意思是什麼呢 你就要有一個威信 或者在他們的腦海 潛意識會有一個影像 他們會不會怠慢的時候 又或者懶惰 又或者某些事情不做 或者關鍵某些決定的時候 他腦海都會想起你的 我需要跟Mary說一聲呢 Mary可能會不高興 我也要問一問她 那你就發揮一個上司的作用 上司一定是這樣 他未必會掌管你所有事情 因為那樣東西 又變成了下去的 那個operation跟你一起做 我見過很多客人 如果是成功的管理層 他們一定不會的 一定對下屬那些細節的事情 一定是不知道 你想一想到 一個跨國CEO 掌管幾千人 他怎會幾千人 每天發生的事 他都知道他很不空 他不會的 但怎樣 公司是大方向 每個部門大概現在做些什麼 某一個同事 他現在表現大概是怎樣 他一定都會療如指掌 所以你也不用說 哇 我要個個都要喜歡我 對我有好感 就是一個成功的上司 完全是錯了 在職場上 你不需要說 什麼得到所有人 什麼愛帶你 怎樣 不需要 有更好 有時候也會的 我有些客人 違高權重 又得很多人喜歡 這個就是另一件事 但你不需要因為這件事 而你去落手落腳 做很多討好對方的事 最重要的是 他們會尊重重視你 那你那個位置 就會坐得很穩 你就會很成功 另外第三個重點 也很多人誤會了 你升職 管人當然是你其中一個職責 但是管人不是你主要項目 而是你要怎樣 你要懂得用人 而可以用不到這班人 可以幫助到公司 這個才是管理層最大的目的 有很多人 那個權力欲非常之強 又有弄權 各樣東西搞了小動作 升職之後 平時其實自己有空 坐在房間 然後會不會同事要找自己 你為何不跟Mary約 特意在弄權 又或者工作上 明明那些東西很簡單 特意又要拿出來 你為何做得那麼差 其實那些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小事 有些人那個心理不平衡 或者他有一個權力欲 的確會有這些人 我不知道你是否這些人 但這一個不是一個重點來的 你永遠要記住 例如你升職之後 你做了一個管理的人才 你去管人 目標不是你弄權 弄權是你可能事業成功 各樣衍生出來的東西 你不要本末到自助 最重要是怎樣 最重要是你懂得用人 你會知道你的團隊 每一個人他有什麼特質 而可以分配到適當的工作給他們 譬如每成團隊 有四個人 你可能就是一個團隊 你升職了 你就會知道A同事 可能對那些資訊方面 很細微細眼的東西 大數據他很擅長 所以公司有什麼 有些項目 各樣要做一些資訊 你就可以叫這個同事去做 可能另外一個同事 他很有親和力 他缺斷力 溝通技巧很強 他會否可以幫你傳話 有些什麼 可能要跟成天人說 你可以叫你可不可以跟同事說 又或者約這個約那個 可能就很難聯繫到 但這個同事人緣特別好 每一個人都一定賣帳給他 如果你想搞一些公司的功能 怎樣 你就叫這個同事籌備 另外一個可能口才特別好 見客特別厲害 你又沒有安排他見多些客人 這個其實就是你做本利層 最終最終的目的 如果不是就怎樣 就把他弄了 那個研究不是強項 你就強硬他 然後你就要勞權 半夜就照他廢 半夜就問他為什麼做得不好 完全沒有意思 也不會幫到公司 所以這件事 一定要留意 最重要就是 你要懂得去用人 發揮到他們最大的好處 另外一樣很重要 同時他又發揮到自己的價值 你又可以讚賞他 變了他的工作 也獲得一個滿足感 他就更加死心塌地去跟隨你 影片到這裏差不多了 他說我來Crossshare一次 我給你兩個Like 作為對你支持 又不是鼓勵 你也給我一個Like 新加入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這個頻道 旁邊的小鈴鐺 按它 逢星期四我會出新片 內容包括工作技巧 感情技巧 辦公室政治術 語言技巧 溝通技巧 行為解謀學 改詩改文 做人道理等等 內容包羅萬有 最後值得一提 我新成立的Patreon 現在已經有超過380條的短片 內容非常豐富 教學級影片主要針對不同方面 感情、工作、賺錢能力 如果你不想錯過人生學習和進步的機會 一定要留意 時間到這裏差不多了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晚安